大家好 欢迎回到杜高斯贝电视日内瓦演播室 今天做客我们讨论企业内部业务整合的嘉宾是比尔兹博 比尔非常感谢您的再次光临 感谢您杰西卡 比尔请告诉我们在整合过程中战略计划起着什么作用呢 好的 事业不会是一张空白的帆布 因此当你想要取得一些重大的 可持续的改进或者成果的时候 考虑现有的布局并制定未来的战略计划 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只有这些要素都具备的时候 才可以考虑选择实质的执行项目 因此我们需要为将要执行的事业 先构建好基础 而另一方面 一些业务并不一直存在着其特定的结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使用价值流途来评估 那么业务该如何最好地进行价值创造组构 以实现不断的改进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如果当我们要为自己的客户 雇员或者股东们提供不断的服务改进的话 而不进行价值创造 那么做出的努力就像是毫无目的的 一些麦肯锡公司非常聪明的人士 写了一本提及价值主张 其中列举了很多模式 用一定量金融影响 我们也喜欢用一些他们开发的工具 来进行业务成效的评估等 比如说经济价值 推广分析等 我们会做一个业务模型 并将其放到8到10个不同的背景中来理解 每一种背景能够带来什么对应的商业营销 另外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是 了解资产负债表和深度的损益报表 进行价值驱动的分析 这能够帮助我们确定业务的优先级别 通过不同的方式应用和执行 让领导层来决定较低那些 带来利益较低的项目比例 提高那些带来更高收益和效果的 项目实施 那么关于价值流途 在联合领导的情况下 起着什么作用呢 价值流途是最为强大的 整合领导层管理方法的工具之一 人们经常希望领导阶层 能够目标统一起来 我们在帮助领导层 使用这个价值流途上 取得了很大成功 事实上我们帮助他们确定了优先项 并弄清楚自己的战略差距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实践活动 我们之前甚至在同一时间 会有五到六个团队 同时在大型会议厅内 进行整体业务的价值流途构建 并得出大量的战略规划 大量的能量来推动业务的 可持续发展 比尔 那么领导阶层 在这个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领导阶层去做的 是帮助确定业务优先级 整合一些我们吸引继续的 正在执行的有前景的项目 有一定的规则我们需要去遵守 我们需要领导人去拥有和感受 对每个项目执行的成功 关于职员 我们要确定让各种 所需要资源和信息充裕 确定让项目从金融的视角上 看起来有前景 金融工具帮助我们来确定一些事宜 但是我们还需要保持谨慎 不能够好高骛远 试图通过一个项目 来解决世界贫困问题 这并不现实 我们看到很多团队 着实在一些情况中纠结着 而问题是 他们选择了过大的实现目标 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评估 来确定项目的大小是否合适 而一旦确认项目实施的成功率 项目能够在六个月内实现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情况 太棒了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分享一些 我职业中的经验给观众 我期待能够再次回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by bwd6